去做题目 现在就要做一些混合的 先做简单的 就是纯粹都是水 因为水的比热是一 就没有什么麻烦的事情 90度的热水 40公克到杯子里面太烫 加20度气的冷水60克 没有热量散失 请问你温水的温度多少 就是我们上课讲的提示的做法 一杯冷水加一杯热水 会变成一杯温水 然后最后两个说法跟计算有关 叫做放热会等于吸热加散热 怎么算热 H等于MxΔT 所以放热等于吸热加散热 怎么算热 H等于MxΔT 高温的会放热 低温的会吸热 所以90度的会放热 20度的会吸热 然后把质量带进去 比热就是1 ΔT 默温不晓得 90度到T度C 叫做高温减低温 T度20度C升到 T度C 就T减20 叫做高温减低温 所以我们就射默温为T 然后就列式 MxΔT 左边是放热 右边是吸热 然后ΔT 我们用的是高温减低温 90度 然后T度 然后20度 所以高温减低温 后面就是数学 然后呢就是简单的四则运算 一来一去答案就是48度C 简单小事情 OK吗 就是最前面的两句话 计算的想法就是放热会等于吸热加散热 然后怎么算热 H等于MxΔT去算热 好于是乎就请问各位 现在20毫升90度C的热开水 加入30毫升10度C的热开水 请问你最后度多少 这边理论上要做个动作 要把毫升换成功课 但是因为水的密度是1 所以各位同学通常都自动 20毫升就是20公克 30毫升就是30公克 结果没有再去做一些密度的计算 跟刚才的做法完全相同 停车站接问 这样是多少呢 来 大哥起来 对 多少 你根本就没有再算 没有再听 2100除以50 2100除以50 很好的算法 答案叫做42 这答案有可能是对的 因为它借在90跟10中间 它就42 请坐 好 来 做法一样 计算的关键想法就是 放热等于吸热加散热 怎么算热 s等于msΔT 然后呢 质量乘比热乘温度变化 最高温90 最低温10 中间有个T度C 最高温减低温就是90减T T减10 所以我们射波为T 然后呢 把毫升要变成功课 然后讲过因为水的密度是1 同学都直接换了 20毫升就20公克 站上去站住 不然就要用体积层密度换质量 我们就直接换算了 就没有再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也一样列式列完了 左边叫做 左边的叫做放热 右边的叫做吸热 放热会等于吸热 这里没有散热 然后呢 就开始数学运算 就可以算出来是42度C 这就是我们的跟刚才的立体 基本上是完全一样 然后我们就把它小小的变化一下 变成知道末温 知道末温 40度C 变成要求要加水加多少 就是位置数的位置不同 但是基本上的做法跟想法都完全一样 就只是位置数的位置不同而已 加都是一样的 那请问你 这时候我要加水多少毫升 它才会达到我的要求 来 很开心你现在没有睡到大小姐下 来 你拿什么 很高兴你现在还没有睡到 来 我不要你等一下睡到 我希望一直都不要睡到 快点 好 100 你试试做 180 那又变50 到底哪一个 我说9000除以50 9000除以50 X好笨的 好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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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计算错了 你的计算错了 9000除以50 我先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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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谁放热是那个负质道的热水几毫升放热90度放热 谁吸热就是那个20度吸热 再吸热 所以一样带进去 然后一样我们把毫升直接变功课 然后假设我们只要是M 那么左边叫做放热 放热 2ms 比较塔T 右边叫吸热 2ms 比较塔T 后边叫吸热 然后呢 高温90 低温20 中间40 所以高温减低温是90 减40 跟40 减20 然后又一样 列四列完了 后面就是数学 张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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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就算出来叫做 100公克 也就是100毫升 我们讲过了 因为密度是一 同学就直接自动换算了 否则你要带回去密度的公式再做一下 由质量去求体积 有体积去求质量 OK 这就是我们给各位做的简单的 两杯水混合的题目 OK吗 OK